营建工地里到处都是建筑材料 不小心就会有坠落和倒塌的危险 市议员蔡金燕指出 最近营建工地意外频传 很多都是劳工缺乏治安意识 尤其是新进劳工在缺工的情况下 新进劳工还没有上手就上工 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因为他们没有经验相对的在作业上 在环境安全上的要求 他们也许本身就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相对的他的在这个劳动环境里面 产生这个公安意外的风险 就会很比较大相对较大 根据AZ的需要开办相关的职位训练 然后做求财求职的没有工作 参议员要求市府劳工局要加强劳动检查 也要求劳工局透过相关工会 办理劳安讲席建立劳工安全议事 像是要听从工地主任的指示 不要怕麻烦让自己处于险境 单就我们高雄为例 你看整个铁路地下化劳工的需求 那这些种种是不是突然 原本我们可能一千个劳工就够 现在要一千五两千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才会发生说 像用了让厂商去 不得已去用一些逃逸外劳 所有人在里面 不管你有没有缺工或者人力 不管是本局劳工 外局移工 把安全卫生设施做好 把进场的人做好管制 给他安全卫生教育充值 都安全 公安就会做好 另外营造业缺工 也衍生移工雇用和逃逸的问题 参议员要求劳工局检视高雄市的劳动环境 减少营建工地意外 提升营建工程品质 记者邱建勋 赖昌邦 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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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